海外媒体称,美国总统特朗普总认为美国媒体与他为敌,经常指控他们报价新闻,但眼尖的美国民众发现,8月24日,佩特朗普到俄亥俄州首佛哥伦布事实,出现在机场的似乎不是第一夫人梅拉米亚,而是她的分身。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8月29日,援引英国每日邮报28日报道,无论是发色还是穿着,48岁的梅拉米亚,此次到俄亥俄州,都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,而她脸上戴着遮曲大半张脸的太阳眼镜,更是引发阴谋论者热议。 报道着,他们之所以如此关注她的穿着打扮,是基于一个奇特的理由,那就是怀疑出现在机场的第一夫人其实是替身,一名腿特用户说,她的发色不对,头发分界线也和平常不同,太阳眼镜上的双标也不对劲,总之,那不是她,还有人甚至分析其他的质质,体态和体重。 他们说,在录影上看到的梅拉米亚,比本尊,胖了约28约9公斤。 另外有人说,梅拉米亚有一头柔柔的浅棕色绣发,但当天赫特朗普出现,在机场的女子发色看起来赤身得多。 此外,还有美国民众发推文说,这不是梅拉米亚,他们做得这么夸张,令人不及怀疑还有什么是假的。 英梅特,声传8月24日陪美国总统特朗普,到俄亥俄州收府哥伦布市,的是第一夫人梅拉米亚的分身,美联社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编 Prep